再来关心房价越来越贵 民众扛房贷的时间也越拉越长 内政部发布去年第四季 全国平均房贷期数拉长到了297期 将近25年再创新高 就有房众认为 如果是40岁才购物的民众 没有提前还款计划 可能会要缴到退休 全台房价居高不下 不少民众想要买房真的很不容易 除了要考量投期款外 贷款压力也是相当沉重 内政部发布去年第四季 全国新增购置住宅贷款 平均还款期限拉长至297期 来到24.75年再创新高 进一步观察台北市台中市 以及新竹市纷纷创最长记录 其中台北市首度突破300期约25年 台中市新竹市也都超过25年 而还款期限最长仍是新竹线 约26.16年 背后底关键是房价太高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所得没有增加 当然越延长 其实背后底你要负担的钱 其实利滚利 其实你要负担的更多 我们的租赏并不好嘛 所以你没有其他选择了 事上为了协助首购族议员购物梦 国内有部分银行推出四十年期的房贷 与二十年期相较 月付本息仅六成 但为了避免承担过高的风险 各银行均设有借款人门槛 像是三代人年龄 房屋屋龄 地区 职业身份 结构耐用年限等 都关系到房贷最长可以待几年 房仲认为央行已经连续五次升息 让房贷族缴款相当有感 若是四十岁才购物的民众 没有提前还款规划可能会缴到退休 因此建议若手中没有低风险 稳定报酬的投资工具 可选择提前偿还部分房贷本金 将可降低每月的负担 记者会有些奇闻特别报道